发生在2001年的911事件 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有人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走出阴影 但是却有一个年收入高达6亿的杰出女企业家 她放下了手上的事业 投入了抢救非洲儿童的慈善事业当中 她能走过怎样的进入历程 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转变呢 接下来就是东森新闻跟周大观文教基金会合作的热爱生命专题报道 没特别说任谁也看不出来 这个加拿大妇人曾经负责加拿大最大行销集团 年收入高达6亿台币 911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珍妮那天正好在纽约出差 她亲眼目睹第二架飞机撞上了双子星 她逃回加拿大之后忧郁十年 总是想要逃命 但20年不见的老朋友 彼此一句你好吗 终于让她勇敢面对自己的人生 2003年她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 上比亚的街童 染上艾滋的孤儿 像是对她无止境的召唤 2006年她成立了非洲之心 开启了她人生全新的一页 隔壁的人家闻讯感到 不知道她们已经饿多久了 孩子是未来的希望 是非洲之心抢救的重点对象 七八个男孩子都想离开贫穷的村子 再等一等 在宿舍盖好之前先填饱肚子吧 更多的孩子就此踏上 安稳的人生旅程 珍妮的非洲之心 也将会在孩子善良透亮的双眸里 永远地跳跃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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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03年来 我前生的工作室 然后还有十百年的孩子 所在说的小的一样 他们没有孩子 没有饭 他们食用可能第一次 每天天天有棵在身上 他們沒有架子 他們沒有愛 這是我所學的在七年 是最重要的是愛 但有時愛 在形成食物和衣服 所以我閉嘴我的商品 我和我家人 都在家人的生活 我非常高興地說 我們會在家人的牠們 在記憶上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